一些党员干部违纪违法后,特别是开始被组织调查后,处心积虑欺骗组织,通过转移赃款赃物,定力攻守同盟等方式对抗组织审查。此类行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。 2022年1月初,省纪委省监委对高卫东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。被采取留置措施前,高卫东严重违反政治纪律,大肆对抗组织审查。 然而,最终他的违纪违法事实被一一查清,落得错上加错的结局。 高卫东,1972年11月生,责任贵阳市副市长,贵州省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厅长,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,贵州省梅田地质局党委委员、局长等职务。 最根本的原因,我自己认为还是自己的理想信念,出现了流去变形的这种情况。 随着我植物的竞争,面对了诱惑的增大,逐步的确实是就忘记了本该有的初心和使命。 没有理想信念的支撑,没有共产党人的崇高追求和坚守,高卫东三观日渐扭曲,完全与党和人民的要求被盗而驰。 最后就出现了精神空虚,思想缺盖这种情况,从而就导致了行动上的软骨病和富贵病。 具体来说软骨病就是见钱就收,没有底线。 富贵病就是喜欢和这些商人老板彼此讲穿,最后越划越远。 高卫东道德败坏,生活极度腐化,搞全色交易,前色交易。 长期违规打高尔夫球,沉溺赌博,多次嫖娼。 而为了满足私欲,他违计破法,大肆捞钱,丝毫没有对技法的敬畏之心。 对财富的这种追求实际上已经丧失了一个正常的一种标准。 前期在小和区工作期间主要是现金。 到后期来说,目标又转向了更大的一些这种对象。 比如说就是房屋,我自己都有两三套房子。 但是即使这样,自己还想和老板一样去做洋房,做别墅。 不知收敏,所以到后期的时候,我都是和老板就在谈收受的这些高附加值,高额度的物品。 理想系列丧失,初心使命的缺失,让高卫东毫无政治意识,技法意识,对党不忠诚,不老实。 在组织面前说假话,高两面派,做两面人。 2022年2月,高卫东得知省纪委到某高尔夫球场调查起打高尔夫球相关情况。 他便多次找来与他长期一起打高尔夫球的商人朋友创供, 试图掩盖他长期与商人打高尔夫球,而且从来没有支付过打球费用的事实。 随着组织调查的深入,我就觉得没有那么简单了。 所以我又联系了平时和我打球的这些人,我就叫他们统一口径。 我当时反正想的,就了解的这些东西都可以,应该通过串供能够应付的过去。 心里面一直都还是这样去想。 在立案之前,已经立案之后,高卫东大肆和自己关联的人进行串供。 多人多次,不论问题大响。 比如说,对于长期和商人老板打高尔夫球的问题, 他费尽心机与相关人员进行串供,多达11次。 商人姚某某涉及其他案子被调查,交代曾送给高卫东财务。 调查结束后,他转告了高卫东。 高卫东两次与姚某某串供,确定姚某某交代的内容, 并按照姚某某的陈述,向组织交代了问题, 把巨额受贿的事实隐瞒下来。 只要感觉自己收受哪个商人财务的问题可能暴露, 他立马会和相关人员进行串供。 不停的是想给我们审查调查工作设置障碍, 但都是自欺欺人,以卵即死。 2022年4月,高卫东担心他通过七哥梁某某收受商人姚某贿赂的事暴露。 为掩盖这个事实,他和二人串供商量对策, 甚至还对梁某某进行模拟审讯演练, 直到他认为回答满意为止。 我就给他说一些要注意的情况, 然后他说我知道了, 我说那如果主张问着你这件事情你怎么回答, 他就回答,我说有这样不行, 这样回答的话你远不过来, 你应该这样这样回答, 然后他讲了一会儿,我就说这样可能不行, 所以我就给他讲了一讲, 我说你应该这样这样回答, 大概就是这个演练过程就是这样。 高卫东始终不愿向组织主动坦白, 在被留置前仍在做注定徒劳的挣扎, 他大肆隐移证据转移赃款赃物。 我就觉得很快就要到我了, 所以对家里面的一些东西我觉得我说不清楚来源, 主要就是一些收受的酒, 还有一些衣服啊, 手表啊,包包啊这一些东西, 所以我就想把它转移了, 就赶快叫自己的这些亲朋好友打了几个包, 转移在他们家里面。 2022年5月, 省纪委、省监委对高卫东采取留置措施, 直到被留置之后, 高卫东才明白, 自己对抗组织审查的行为, 多么愚蠢可笑, 然而毁之还矣。 事实上最后在接受组织调查审查过程当中, 我所做的这些东西都是很可笑的, 而且是毫无作用的, 在组织的调查面前, 这个是瞬间就土崩瓦解了, 没有任何作用。 经查, 高卫东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、 连结纪律、 群众纪律、 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, 收受巨额贿赂, 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。 2022年12月, 高卫东被开除党籍、 开除公职,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, 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, 所设财务随暗移送。 今晚更多的人以我为鉴, 千万不要博得后诚。 这种痛苦, 真不是一个悔恨两个只能够说清楚的。 一个普通人家的这种正常的这种相聚吃饭, 现在对我来说都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幸福。